鏡頭來看 今天晚上是中華民國第53屆 十大傑出青年的頒獎典禮 在台中舉行 那麼金曲歌王蕭敬騰 也靠著精湛的表演成就 還有熱心公益得獎脫穎而出 從副總統吳敦毅手中 蕭敬騰獲頒第53屆 十大傑出青年獎 雖然歌唱生涯勇奪過大小獎項 不過老蕭說 獲得這項殊榮感覺最棒 蕭敬騰從小就有閱讀障礙 也曾叛逆過 幾經波折克服困難 才有如今成就 年僅28歲就獲選十節 世紀孫翠鳳 蕭黃琦 張惠妹之後 最年輕的文化藝術類 傑出青年 得獎感言最感謝雙親大人 對我們孩子 叛逆的孩子 不離不棄 還是要特別感謝我父母 現在他們特別來到這邊 我們再次給蕭伯伯 蕭媽媽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不敢藝人性格上台廟宇 逗樂現場 除了和其他得獎人 集體大合唱 不免於俗 歌王當然也要Solo幾句 證明歌藝 雖然貴為天王 蕭敬騰依舊持續投入社會公益 關心弱勢不遺餘力 用自己的奮鬥故事 勉勵時下年輕人 學音樂獲得至高榮譽 實至名歸 明星文章 盛惠壽生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